为什么不套对面,因为千诀不好套路 你得玩什么盲生啊,造性啊 这种英雄就套路比较好 暴女啊 千诀两级也没什么杀人的能力 这英雄两级没有什么杀人能力的 然后抢buff讲这实话也不好讲 他平A的伤害太低了 平A伤害太低 他没有任何一个大爷好强 首先是个远程,然后普攻伤害又很低 他根本就不靠谱的,这个上套路 完全不行 兄弟们键盘声有没有变小啊 我找了个东西 小挡来一下 哎哟,可惜哦 我这样有没有小点,因为我是想了个办法,拿了个东西 在我的键盘和麦克风上 我们中间,拿了个纸盒子稍微挡了一下 我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就是会不会 阻挡他的收音 哇哦 都这么快吗 瞎子在上 好,还行 吃个印记 有说法 女警3-0了 得上上强度了给他们 还不出来啊 走吧走吧 这好像在等的话时间太长 哎,不对 蛤蟆要刷新了 蛤蟆可能 要刷印记 可能 哎哟,估计刷不出来 太快了 这个河蟹才刷完20秒钟 但是我会 等 就是等 这个百分百是印记 兄弟们 学会了 扣波6 不过分 听懂掌声 走 别打 这个 这个就一定是个印记 女警给闪现了吗 啊 这 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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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哥们这女警讲句实话这走威可以啊 走威真可以 他是有点实力的 有点实力 有点点实力有点实力不呆 不是那种很呆呆的有操作 和蟹也刷在上 抢兵 诶 河蟹还在吗 不过应该被蟑松吃了 他一直在上野区的我们反打蓝吧 反打蓝Muff 反打蓝Muff 蛤蟆先不刷 蛤蟆是我们的下一个印记 好闪 好闪 回 回家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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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仔還沒有吃我上核心 盲仔 盲仔居然拿完虛空逃充沒拿我 什麼意思 盲仔居然還在 漂亮 可以抓上了,下路搬了兩波 不對,我覺得我應該先去把火龍控一下的 火龍還是要先拿 火龍還是得拿 哎呀,我的天哪 這麼喜歡控制員的嗎 必須拉扯,兄弟們,拉扯的魅力 不拉扯,這不行了 不拉扯,被Q到就死了 盲松也在,而且家有大 我們手裡沒大的 要騙一下 走位 走位 盲松會刷蛤蟆嗎 嗯,他能呢 蛤蟆也不刷 哇 哎呀 哈哈 還行 盲松很盲松的 啊 茫松,這裡應該放眼了 兄妹 這裡有點 這只能,這一定是有點人 没演的话 对面做不到 做不到这样子做 这个潮流也 中计了 中计了这一波 属实中计了 我还在想这盲生 他没到底不刷蛤蟆的你知道吗 一点道理没有 去反到红吧 他过来绝对先刷F6 刷F6我们或许有时间去红吧 搞快点快 冲冲 冲过去 有说法 好那他再刷F6 好有了他没大 逮捕了 漂亮 漂亮好下一个标谁呢 直接标火男 火男回家了出门 能抓 直接 等了 直接等 应该还有个五秒钟左右走到了 A A QA走位 好 很智能 印记已经刷对面蓝MUFF 所以说这不需要等虚空投手刷你 直接刷了就行 下一条先锋40秒钟要刷印记了 这用走位的必要吗 有啊必须要走位兄弟 你俩有种习惯 知道吗 你不要因为对手怎么样自己就不走位了 你走位是对吧 这对自己有好处的 你天天不走位 你天天不走位 长期这样子下去 那你只会 变变捞啊 能理解吗 不能因为对面打的不好 你就不操作 二十四点剩了 还差六把 输一把游戏 送一万人民币 记住是一万人民币 人没背啊 先回家 先把小龙拿了再去拿先锋吧 第2件直接收集者了 好拿先锋的印记 狗头人得杀他一步了 狗头人发育其实还行 也110度 多少重Q了 279 27945分钟也不算多 这一波好像有说法 我们打他他跟纸狐的一样 虚胖啊 不知道你怎么输啊 很危险好吧 很多把都差点输了 我能不输肯定不想输啊 我想直接打个三十连胜啊 兄弟们 能三十连胜还是三十连胜啊 但不要不要尖尖喊还有六把呢 还有六把还有六把 还有六把 打完连胜上打抽号 打抽号 挂上 QA A 弹服最近打不了下班打了 最近下班都在打 直播最近 打不了高分段兄弟们 好吧 是不是跑啊 好像跑了 跑了我们在这里等对面下路出来呗 等一下吧 他得出来的 哎 女警怎么去中啊 咋回事 等了半天女警没来 我的印记没来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这里有个垂石过来了 别操作了 哎呀我天哪 搞个相位滑来滑去 我真感觉你要操作呀 我的视角没给到下面我没想到垂石来了 垂石拿着 垂石拿着1000块 还好 这个人他们俩 他们俩怎么打到死也打不动了 一个败魔 400点魔法后盾 这还闪现 K不打一下 兄弟 垂石在上 我们去找垂石吧 我们去找垂石 死了 加了142 不买影响剑 原因是什么 因为影响剑削弱了呀 因为影响剑削弱了 之前我是我玩千诀 上一次打韩服的时候 基本上我千诀就是暴击套 一定会买那个影响的 后面没买了 我之前我都忘了是为啥 后面终于想起来是为啥 因为他削了 因为很难保持板子70的血线 如果说你没有保 就是你没有保持到70的血线 他还不如动弓了 讲实话真不如动弓 真不如动弓 我有几次我都是买了动弓 我都没买银血 他要求70%的血线 他要求70%的血线 说实话在高分段你很难保持啊 打个团战 你知道吗 那个血线要求太高了 如果他如果他没有这个 70%以上的攻击力加成 那他的收益讲道理 没有顿弓好 能理解了吗 他就没顿弓好 他的优势就是攻击力高 但是你要把70%血线以上 之前是不需要 所以说把把除后面 这70以上 这要求比较高 对啊会啊但是 可能 那个时候你就不买到这个大红酸了呀 有很多 有戒弓有黑切有重伤穿甲都能选择 都能选择 三前一 现在银血出场率除了ADC出的还是多嘛 对吧除了ADC之外 不咋地了 50%失败没有失败 是50%打的时间太长了 很多观众说这个看可能打时间太长看得有点枯燥 咱们就就投票了 因为这个也没有任何老板刷任何的礼物嘛 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个 观众说打我就做的一个福利嘛 输了就送1块钱嘛 那让老板们投了个票 观众们投了个票 说打个30连胜就够了 差不多了 然后再去打抽号分段高点 不然看得太太枯燥了 不然我打好多天 这已经打了4-5天了 打5-5要打7-8天 然后抽号给修罗门打打教学嘛 好吧 他好硬啊 现在射成6-5-5 还差一层就跟女警一样了 女警射6-5-0了 这不能让你跑 我的印记啊 现在13层就是6-5-0跟女警一样了 就不算火炮嘛 不计算火炮的攻击距离 能够学把 这个要翡翠左右学比较好 翡翠钻石属于分段 这个分段加速到低了点 就是真要学的话 也不好学 韩服下班在哪 直播最近打不了 你看整个虎牙也没有主播打呀 没有能打高分段 没有能打的 都理解一下我打不行啊 打不了啊 我下班是在打的 这两天下班韩服都在上分 这两天下班韩服都在上分 已经上回900多分了 王者了 还记得了就是 还记得下班韩服都在上分 哇,你在開玩笑 不是吧哥們 還有這種手法 他為啥還有這種手法呀 這垂石,講道理他們下路打的是真的挺厲害的,都把咱們下路打穿了,下路真打得挺厲害 有手法 有手法有手法 誰厲害,你覺得誰厲害誰厲害,當主播的都厲害,就看你喜歡誰 你喜歡這個主播,你怎麼看他都厲害,你不喜歡這個主播,他打得再厲害,你都不會說他厲害 你自己喜歡誰就行了 不買無禁嗎 這把就不買無禁了 小龍吧 找個小龍吧 放個思維,別人都不會做眷影做,你不吃兩個,吃個勾吧,你不會正因為打韓服,有人看嘛,講的難聽的話,打個韓服還不能虐菜局,人氣高 這還不是大環境的問題嗎 你說打韓服有人看吧,是不是,來,我跟你講,咱們就這幾天 90勝率上大師,70勝率上王者,半個月上韓服千分 不差了吧 人氣不升反降,知道嗎 不要以為很多人喜歡看,高風亂現在就是一坨屎,沒有人願意看的 只有那麼一,只有少部分人看 你如果打高風亂,真的有人看,你覺得這個虎牙,這些人氣,咱們都高臉的主播,有人都不打,你沒發現嗎 沒有一個人願意打,就是這個原因,沒有,沒有狗八蛋光 高風亂,根本就沒有人願意看 還不明白嗎 你說你看,這是就你們看,沒用啊 我只知道的是什麼呢 打韓服,人氣越來越低,沒有人願意看 這就是我看到的現象 知道嗎,沒有用的 現在大家對高風亂已經,只有,可能你們這些少部分的觀眾還喜歡看,僅是而已 你說誰還喜歡打,你說哪個人氣高在打高風亂的,沒有的 知道吧 這就是現狀啊,兄弟們,我也要生活呀,我不可能說天天打高風亂有啥用呢 沒毛病吧 Владимир9cm 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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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州